我一直到快中年才第一次跟男性发生无套性行为 之前我是女同志算是双性恋 长达十几年都是跟女同志用手指 但没有进入 我有时候会一个人跑去女生大众池泡汤 也都没有异样 直到跟前男友进行无套性行为 破处后总是疼痛 他没有前戏他是个渣男 所以我常常撕裂伤要一个礼拜才好 那时候他跟我分手两周以后要复合作爱 做完我私密处长完水泡痛苦不堪检查 才知道是阴道发炎加泡疹 我怀疑是分手那两周他出去乱搞 但有人安慰我说有可能一开始被对方无套进来 身体就被感染了 我问他他始终说没乱搞 那后来我发现他的电脑记录跟朋友 跟其他不同女网友都有暧昧 那他去年跟前女友在一起某天破皮 然后他很紧张跑去抽血验泡疹 但验不出来所以他继续坚持无套作爱 然后我又再次被传染 他才要用保险套跟润滑液 我已经跟那渣男分手半年多了 但我第一次破处被感染真的很受伤 有可能是因为我裸体泡汤被潜伏 还是渣男传染给我的呢 跟你们讲一下泡疹病毒 大家都要听泡疹病毒是怎么来的呢 泡疹病毒有两种 第一型跟第二型 那通常呢第一型会出现在嘴巴或者是生殖器 那第二型呢大多都是在生殖器 那感染的途径呢 接吻啊口交啊性交啊肌肤接触 所以有可能是生殖器传染给口 嘴巴传染给生殖器 那生殖器上面的病毒在国外的统计 有90%是type 2就是第二型的 但是呢在我们国内 其实有一半以上是第一型的 也就是说在台湾呢 确诊那个单纯泡疹病毒的人 有一半以上是第一型的 就是有可能是从嘴巴传过来的 但是不一定 不是说第一型的就是一定从嘴巴传过来的 为什么呢 接下来就要讲皮肤到粘膜 这个皮肤到粘膜这个途径就很容易让病毒传染 粘膜就是有嘴巴呀生殖器呀 生殖器的表面啊跟皮肤 只要有一点点破皮就很容易传染 男生比较容易 如果是私密处的话 男生就很容易那个病毒藏在包皮跟尿道 女生呢就是子宫颈阴到外阴部跟尿道 所以男生的包皮要不要洗干净 你只有洗干净病毒才有办法脱离宿主 它才会死掉 然后呢病毒从皮肤或粘膜的破损处 粘膜要破损才有办法经过粘膜被传染 那皮肤它本来就会携带病毒 所以从皮肤或者是粘膜的破损处 到达另外一个人的体内 在那个人的表皮或者是真皮细胞 开始复制大量的病毒 然后会感染到我们的神经末梢 那从神经节里面的神经细胞开始感染 到我们的周边感觉神经 直到皮肤 就另外一个人的皮肤跟粘膜表面 开始出现症状 然后重点来了 没有症状 我没有症状 我代表我有吗 诶那个前男友听好了 没有症状 也有可能传染病毒 因为都是有潜伏期的 潜伏期就是你咽不出来 但是你身上就是有病毒 这段时间大概是两个礼拜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这段时间呢 如果你明明已经去了 其他的地方或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啦 你身上这两个礼拜 一两个礼拜也许没有症状 但是你身上有病毒 就是有病毒 那之后才会依照不同的人去 出现不同的症状 那源头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没有怎么样 我会有这个病毒呢 第一个接触来的 你的手去摸了有病毒的东西 你摸了之后 手摸了之后 上面有泡疹病毒 你再来尿尿 你再来扶着你的包皮 扶着你的阴巾 然后扶着之后 病毒又就跑到你的 生殖器上面去了 然后你手不洗干净 你的阴巾也没在洗 包皮垢也没在洗 它就会一直存留在你的身上 然后还有女生妈妈如果怀孕的妈妈有这个泡疹病毒的话也会透过产道或胎盘传给她的宝宝 手就可以传病毒了 那当然最后还有性接触 性接触当然是其中一个很大部分 但是不能说她有泡疹病毒 她就一定是跟别人乱作爱 这个也是逻辑问题 有可能她真的是碰到了 在外面的物品上面有被病毒 泡疹病毒感染的物品 比如说厕所啊泳池啊等等的 这个是很容易 比如说做下去 你的皮肤有了 好那你皮肤就有了 然后你摸了你的皮肤 在摸鼻孔在摸哪里 然后都到你的身上皮肤了 刚好你没有破皮 你跟你的伴侣接吻 他嘴巴破皮了 你就把刚好这个病毒 就进去他身体里面 就这样 对一般人呢 他不会致命 他不会死啦 不会影响每一个人的免疫系统 但是 但是他挺好 在研究里面显示 有得单纯抱枕病毒的人 比较容易感染艾滋病毒 所以 怎么样预防 除了休息睡觉 然后运动营养好的 这种最基本 可以预防所有的疾病之外 当你已经有的时候 就避免性行为 去找医师 吃药 治疗 治疗完之后 再开始有性行为 再来就是使用保险套 因为既然是接触感染 那么就使用保险套 什么时候用 勃起的时候就要用 再来一定要看医师服药 他是可以把病毒杀死的 但是那些药 只有医师才知道 而且你是哪一种病毒 其实也不是 不是我说了算 我只能跟你说 泡枕病毒会这样 但是你是什么病毒 我也不知道 我只能说 很多病毒 都是在我们的手上 或是在生殖器上面 然后因为没有清洁干净 然后带给 旁边别人 你有可能带给别人 那你们这两个人都没事 然后刚好 那个人的伴侣有事了 也有可能有这样的几率 但是当然最大的感染源头 是来自于性接触 所以到底真相 真相是什么 只有那个前男友自己知道 问题是说 他会不会是 他怀疑他男朋友 在那两个礼拜出去乱搞 我只能说乱搞是其中一个可能 但是也有可能 他只有真的去碰触到 有病毒的东西而已 他就是刚刚好这样 那么 你的身体这一次被感染 如果你有去看医生 也治疗好之后 你之后呢 不管再 再有怎么样的性交 我都建议用保险套 然后 那个做完 一定要去尿尿 避免面尿道感染 然后平常的免疫力 培养好 因到感染 也会减少发生